所以注意看啊 我们说国际关系里面 大家当然都是说大国什么 实力比较强 应该都是听大国的嘛 对不对啊 那人类历史呢 的确什么从古到今 也是一个什么 杀戮史嘛 对不对 我要求我的什么利益极大化 就是你的利益极小化 对不对 那到最后什么 就是战争 来决定胜负嘛 那在一次世界大战以前 基本上是什么 赢者全拿 输者全无嘛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一战之后 战败国 你要割地要赔款的 对不对 那为什么到了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呢 就比较没有再搞割地赔款 这种事了呢 就是大家记取教训嘛 刚才讲 希特勒 起源于什么 议会民主 合法产生的 但是他可以 煽动那么多人 支持他 也是因为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德国惨败嘛 一样也是惨败啊 然后结果就是什么 割地赔款嘛 对不对 那割地赔款 同学看到没有 割地赔款之后 然后又碰到 那个 国际经济大萧条 同学注意看 那当然什么 民族主义分子 很容易什么 煽动大家呀 对不对 所以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叫什么 没法翻身嘛 对不对 这是一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战争的 胜与负 的定 输 赢或输的定义呢 也是记取教训 才改变的 以前什么 一次世界大战 以前 我赢呢 是一定要你什么 你彻底承认输 对不对 而要彻底 置你于死地 那我才叫赢 对不对 同学注意看 那之后呢 那我打你 什么时候停啊 同学没有注意到 举个小白旗 跑出来 我就不打你了 因为你投降了 看到没有 那我就松手了 我以前是一定要把你打死 我才觉得 我是赢嘛 那现在什么 你举个小白旗出来 表示你要投降了嘛 对不对 那我就松手了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是有进步的 那回答到你的问题呢 也就是说 那二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对于战败国 当然透过相关的国际协定 还是制约住他 让他不要再什么 有再发动战争的念头 对不对 但是不要置他于死地 免得什么 他又翻上来什么 攻击你啊 对不对 这是一 那好 那从此以后 如何处理大国和小国的关系 让大家才能够真正断了这个战争的念头 然后国际事务呢 也不要什么时候都是大国说了算啊 对不对 因为国际之间真正所谓的大国 必定是少数嘛 其他国家 比较多的国家 大概都是中小型国家比较多嘛 对不对 所以为什么回应你刚才的问题 为什么以后国际组织 同学看到没有 大概都是一国一票 大如美国一票 小如什么巴布呀 牛几内呀 那个也是一票 对不对 然后呢 国际组织基本上 他的总部基本上不再放在什么 大国里面 除了联合国例外放在纽约 对不对 他总部放在纽约之外 之后其他的国际组织都尽量什么 他的总部尽量放在小国 那如果做不到呢 那就国际组织局来讲 联合国 联合国放在美国 对不对 他的总部放在纽约 但是呢 大家就有一个不成文的默契 联合国秘书长都是小国来当 因为二战结束刚开始 事先从中立国开始来当 所以奥地利呀什么的 对不对 奥地利的什么 开始然后从中立国 然后到小国来轮流当 所以现在联合国秘书长 是不是南韩的潘基文 对不对 那回应你啦 那欧盟一样嘛 欧盟当时什么 同学看了没有 他的总部选择在布鲁塞尔 比利时也是小国 那当然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比利时外交上的大成功嘛 因为欧盟还有别的小国啊 为什么不放在别的小国 对不对 这就是我们以后会提的 欧盟的确也采取这个原则 欧盟所有的相关的组织的总部 除了欧洲中央银行 放在什么 德国的法兰克福之外 其他你们注意看 都是放在小国 这样子小国才什么 觉得才有平衡的感觉嘛 对不对 除此之外同学注意看哦 国际组织的总部 或者说他的相关机构 放在哪个地方呢 他基本上什么 是可以创造当地的经济的 创造当地的经济活动啊 因为我们知道国际组织 同学看啊 国际组织要不要开会啊 而且要常常开会 而且他要又决定 又是货币又是什么 一大堆问题 所以要常常开会啊 常常开会的话呢 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那相关会员国 不都要派代表来吗 吃住 是不是都要吃出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除了当时比利时外交上的大胜利之外 欧盟什么 也是采取这个原则 就是说他的总部 或者主要的什么 办公大楼 或者说办公的中心 基本上都分布在小国 那当然欧洲中央银行 后来放在德国法兰克福 就是之前老师有提到的嘛 你德国统一之后 一加一在做学数学的 当然马上告诉老师 一加一等于二 但是国际之间讲德国统一 用的代号是什么 一加一大于二 一加一大于二 表示他的实力会暴增 对不对 那你要怎么样制约住他呢 让历史不要再重演啊 对不对 所以法国想到了 刚才煤钢原子能通通交出来了 对不对 那到最后德国强大 法国第一个先想到的 因为我们当然了 刚才讲到1970年代 他们本来也有这个意愿嘛 把货币陆陆续续什么 先透过这个制度让他 让他什么浮动趋近 我们刚不是讲了吗 每天的浮动上下锁住在一个百分比 就是为了以后奠定欧元的基础嘛 对不对 但是当时呢 并没有什么 想确定说欧元哪一年要推出 那个纸 欧元那个钞票 还有那个铜板 哪一年推出 当时是没有讨论的 但是德国统一以后 法国强力推动什么 让他赶快什么 推出 那德国 同样想看嘛 我一个强国 所以同样注意看 历史上没有成功的经验就是什么 如果想要包围强国 你怎么包围啊 你怎么封杀强国啊 你比人家还差 你是怎么弄啊 对不对 所以法国处心机率的 赶快就说 要把他的德国马克给他换掉 因为我们知道 德国当时是用马克嘛 对不对 把他换掉 换成欧元的话 那就等于说 德国的货币金融 也被什么 欧盟全部掌控住了嘛 对不对 那德国这时候 他已经统一了 他又是欧洲里面 最强的国家 他让你随便控制吗 对不对 所以当然他也妥协了啦 就说好嘛 那我马克 希德马克也换成欧元 那但是 我是强势啊 对不对 所以交换条件嘛 同样看了没有 国际关系 你不想发生战争 你就妥协啊 对不对 好 我把我的马克交出去 但是 欧洲以后的货币政策 该怎么运作 这个钞票该怎么发行 要按照我德意志银行的模式 那我德意志银行 我德国的金融中心 是法兰克福啊 对不对 所以你就放在我这边吧 但是我也知道什么 分寸 我知道你们都怕我呀 对不对 所以什么 我马克也交出来 那交换条件 银行放在我这个地方 那我再做重大的让步 就是什么 我德国的金融家 不参与 欧洲中央银行 总裁的竞选 我只要把欧盟的中央银行放在我德国的法兰克福 然后什么 所有欧盟中央银行的运作模式 只能采取我德意志银行的 因为德意志银行是德国的联邦银行 国家的什么 就像我们的中央银行一样嘛 我们中央银行负责我们国家的货币政策嘛 对不对 那德国的中央银行就叫德意志银行 所以你们只能采取我们国家的这个模式 那但是 我再退一步嘛 那个总裁人选 我不参与竞争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看到 所以这个机构是唯一放在强国的 其他呢 刚才同学问的 总部行政 刚才老师看的什么 他的行政机构那个照片 那个总部就是在比利塞 比利时的首都 布鲁塞 看到没有 他有个中心 那些全是欧盟的 那个刚才的元首的那一栋大楼 还有执行委员会 都放在他的首都 那同学注意到啊 所以啊 布鲁塞 老师跟大家讲 以后去欧盟或欧洲国家 你去比利时一定要赶快找定旅馆 要不然什么 他也因为有这个国际组织在这个地方啊 所以他确保他的什么啊 旅馆一定有很 每年固定就有这么多人在住啊 对不对 所以他的旅馆的价钱降不下来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是他外交大成功 他带动以后比利时的经济 真的也是贡献很多哦 所以同学要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同样老师刚才讲 住旅馆 那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 老师额外提醒大家一点 就是什么 国际组织的公务员 对于你们年轻人来讲 也是值得努力追求的一个方向 国际组织的公务员 薪水都超高的 会啊什么的 住的那些东西 都是水准之上的 所以为什么比利时的旅馆会这么贵啊 因为他就只看准了你欧盟出钱嘛 看到没有 所以你们注意看比利时那个什么 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不仅是市中心啊 一直拖一直拉拉到什么 布鲁塞尔的飞机场附近 那个旅馆的费用都是很惊人的哦 因为什么 要来欧盟 那当然还有什么 要来北约 北约的总部也在布鲁塞尔啊 看到没有 要来欧盟 要来北约开会的国际公务员 还有会员国的公务员 那个人数每年都很多的 对不对 他们要 要吗 你要给他宿舍 对不对 他那种常住的staff 你一定要给他宿舍嘛 另外就是什么 来开会的 你要给他什么 出差费啊 旅馆费啊 还有吃的 那什么 那谁赚走了 不是比利时独赚啊 别国还分不到啊 看到没有 所以说当时不得不承认比利时外交大胜利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欧盟 或者说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 全世界基本上是有这个共识 都放在小国 如果特别几个例外的 那就他的总负责人 大国你就不要当了吧 大家取得一个平衡点 我们既取了历史上的教训啊 那要不然就发动战争啊 两害相权取其亲嘛 对不对 这就是战后 二战之后 国际之间 他愿意什么 大家达成的共识 大家彼此退让一步 大国你也退一步 那给小国也有一个发展的机会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哦 这就是我们 你们啦 这些年轻世代 你要往外看 一个很重要的一条路 就是什么 国际相关机构的什么 staff 你们可以去什么 申请 去应 去什么 参与竞争 那当然你的外语能力要强 那当然 好在你已经会讲中文了 对不对 老师提醒啊 好在你已经会讲中文了 对不对 所以再加一个外语 你大概就可以什么 全世界都行得通啊 对不对 所以不用害怕 只是躲在 躲在 躲在里面 这个打这个 打那个 没有用的 对不对 要把自己的力量提升 对不对 不要把自己到最后搞成什么 一天到 就是什么 要求政府给你补贴 年纪轻轻的 就叫人家给你补贴 对不对 那你还有多大出息啊 对不对 所以加强自己的能力是最重要的 国际公务员 同学注意看 因为欧美国家 它掌控很多国际组织 对不对 所以他们国家的年轻人 什么 你们注意看 基本上是对于国际事务非常积极的 因为海外太多机会了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 那当然 你的能力也要强啊 你海外竞争 当然就是国际性的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还有没有什么要 不清楚的 上一堂课的 好 那十四吧 这个猪来了 希腊猪 对不对 接下来就先讲希腊猪咯 为什么老师叫他猪啊 欧债为基嘛 对不对 那这个国家 同学注意看 好像讲他猪呢 真的太沉重了 那但是他就是猪 为什么就是猪 同学注意看 就是什么 我们说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重症之一嘛 那表示他们的祖先真正对于人类历史发展 是有重大贡献嘛 对不对 不仅是对于欧洲 对不对 因为我们知道希腊也出了不少的数学家 对不对 还有当然哲学家 对不对啊 那当然好 我们既然讲希腊猪呢 就先讲一下他祖先的伟大 结果今天堕落成猪 也是有原因的啊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的祖先 我们说对于欧 他是欧洲文明的重症之一嘛 重要的地方嘛 大家所熟知的亚里斯多德啊 柏拉图啊 什么这些 对不对啊 都是影响了西方文明的发展 那同学注意看啊 他之所以沦为猪 就是什么 别的不说好了 这其实和你们绝对有关联的就是什么 就是老师刚才讲的 不要作为年轻人 不要一天到晚 不是当然不只是年轻人了 老师作为中老年人 也不能什么 一天到晚要什么 别人补贴给你啊 对不对 自己不打拼 一天到晚叫别人补贴给你 对不对 别人口袋里的钱都是不义之财 都是肥猫什么的 都应该交出来给你 才是正经事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希腊呢 他是西方文明的重症之一 这里面大家所熟知的柏拉图是不是写了一本叫理想国呀 对不对啊 理想国里面的内容我们不重复了 这不是我们这一堂课的重点 但是他理想国里面的思维和今天你我有关联的 同学注意看啊 就是什么 就是国家的力量对于整体资源 甚至包括人种的什么各个方面的什么一个安排嘛 希望建把国家建成一个理想的境界 那以今天的方式来讲就是所谓的左派思想嘛 对不对 由国家的力量来分配整体资源啊 对不对 那国家怎么分配呢 那发展到近代 大家就说用议会民主来分配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 希腊这个国家的确长期以来是以分配为主 那但是问题来了 这就是老师刚刚不是说 哎 不要老叫别人分配给你 补贴给你啊 你要自己要努力啊 老师这个好像是有点右派思想啊 对不对 啊什么都要拼啊 对不对 其实同学注意看啊 你说要分配给你 要补贴给你一个大前提 是不是政府手中要有预算要有钱啊 对不对 你才说要这个补贴 要你买房子也要补贴钱给你 你什么都要政府给你补贴 那同学注意看哦 即便是左派给你补贴 同学注意看也要政府有钱啊 对不对 那政府的钱哪里来啊 非常好啊 人民缴税啊 所以你不缴税 你又要人家补贴给你 那是空气啊 讲空话啊 因为你不缴税 政府也没有钱啊 他怎么补贴你啊 对不对 好 那你不补贴我在议会民主体制之下 我就威胁你啊 你不补贴给我对不对 我不选你啊 对不对 这是大家立即的反应嘛 对不对 特别是那些哦 又要人家补贴房子 又左又弄 反正都是要别人补贴的 他一定下一个马上就想好 那你不补贴 我就不选你 对不对 所以为了要让你选我呢 所以同样看到没有 希腊政府就是什么 国内国外的举债啊 因为什么老百姓缴的税根本不够嘛 没有钱啊 那你们你们缴的税又不够 然后你们左威胁我 右威胁我要我这个补贴 要老人年金 要国民年金 又买房子 又生孩子 什么都跟我要 那我没有啊 对不对 所以希腊政府什么 国内国外举债 那爆发欧债危机 同样注意看 就是什么 希腊当时的财政部长 就是前几年 希腊非常年轻 真的也蛮令人敬佩的 四十几岁的一位财政部长 他自己什么 他自己揭发了 他说我已经撑不下去了 我们国家也撑不下去了 为什么 因为同样注意看 国内国外都已经举债到 人家不借钱给你的情况之下 同样注意到没有 希腊当时就什么 面临到我们刚讲的 1970年代 欧盟就得开始拨条嘛 让大家以后能够往什么 欧元这个方向努力嘛 对不对 那即便到了1990 因为老师刚讲了 这个法国的阳谋 就是要控制住德国的马克嘛 所以马上推出来说 要弄欧元 他有一些指标以后 我们会介绍 这些指标你过了以后 才能够加进来 那希腊当时已经 国内外举债都已经什么 已经没有钱要借给 没有人要借钱给他的情况之下 他理解到 如果第一波的欧元 你没有欧元区 你没有进去的话 你就甩在外面变成什么 欧盟的落后国家了 你变成第二波或第三波 你就是落后国家咯 对不对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什么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他做假账 同学看到没有 有谁有这个实力 帮一个国家的财政来做假账 我们听到的做假账 被抓的都是个人 或者是公司 对不对 那还要有人检举 对不对 要不然谁知道 谁在做假账 对不对 所以同学看到没有 他就是什么 我们前几年的国际金融风暴 源自于美国 对不对 因为美国的银行 一个跟一个倒嘛 对不对 那这里面最有名 大家常听到的什么 高盛 Lemon brother 对不对 雷曼兄弟 对不对 这些什么 最后 那个希腊的财政部长 跳出来什么 讲的就是什么 我们已经没办法撑下去了 我们不能够再什么 同学注意看了 因为高盛公司 当时帮希腊政府做假账 挤进欧元区了以后 接下来是什么 你就算没钱金吧 也要后谢啊 高盛公司 就基本上 我要你的回馈是什么 就等于说 你这国家要卖给我了 要听我的 同学看到没有 这就是为什么老师说 资本家 他基本上 他的影响力呢 特别显现在金融界呢 那比战争还什么 恐怖哦 战争什么 把你的话 举来讲 哇 你要冲锋陷阵 临死之前 最起码知道 哦子弹从你前面 把你射中了以后 你成人了 为国牺牲了 最起码你临死之前 还看到飞弹 从你面前什么 过来把你打死了 你怎么死的 你都还知道 对不对 那金融是什么 不仅把你一个人弄死 把你整个国家 所以高盛公司帮什么 希腊做假账 要求的回馈是什么 你国家的银行或什么 通通都要拼他的 所以他这个财政部长 他做不下去了 看到没有 所以他主动揭发 就说我们希腊是做假账 那即便做假账 今天也已经撑不下去了 所以希望欧盟能够出面来解决 所以才揭开了什么 欧债危机的序幕 因为很容易注意到 我们说国际金融风暴 席卷全世界嘛 对不对 2010年还是20多少年的 前几年嘛 对不对 所以注意看 因为欧洲他毕竟什么 大部分西欧国家 都是老牌工业革命的国家 所以他们累积的财富 是非常惊人的 所以一开始他们没有问题 因为什么 他们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们是穷光蛋的问题 而是说 因为我太有钱了 但是我到处去投资 出了状况以后 我一下收不回来嘛 对不对 所以我的问题 是出现在流动性 我钞票一大堆 但是因为都借出去了 或者是投资到外面去了 一下子现金拿不回来 所以我的问题 不是我是穷光蛋 而是因为我太有钱了 我到处去投资 一下什么 类似我们说的 资金周转不灵而已 我不是穷光蛋 特别是西欧这些国家 即便欧债危机 你们看到最后还是什么 西欧国家出来 并购希腊呀 这些的什么 相关的机构嘛 对不对 所以我这边 我西欧这边 我不是穷光蛋啊 我是很有钱的 只是我今天明天 你叫我一下拿回来 那么多现金 可能拿不回来嘛 因为我我都去买东西啦 对不对 定期投资啊 什么对不对 所以只是流通性 一下子变成不足了 的问题 那但是希腊 我就是什么 你就是穷光蛋的问题啊 对你就是什么都没了嘛 对不对 所以当然你说骂今天希腊人是猪呢 对他来讲 真的是沉重了一点啊 对不对 那但是就是你们祖先什么 不断的勒索你们政府造成的 你拿选举来勒索政府啊 你要选上好 我今天我要这个补贴 反正好像选举的时候 就是财富重新分配的一次啊 对不对 我就不断的勒索啊 国民年金什么 通通要啊 对不对 你不给 你不给我就不选你啊 那死好大家去借钱 不断的举债啊 所以同学你们注意看哦 议会民主国家 大部分国家的什么 债务其实都不轻哦 就是被勒索嘛 被老百姓勒索啊 看到没有 那所以你总有一贷要还出来啊 对不对 那你不还 所以造成为什么金融危机 是好多银行连环倒啊 因为就是你借给我 那我又借给他 就一下子什么 你这边跟我要回去 那我也没有啊 所以一环套一环的往下倒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那好 希腊呢 那我们回到这个地方来 希腊呢 同学注意看了没有 那当时呢 让他加进来呢 其实同学注意看 他也已经不是什么有钱国家了 那之所以让他加进欧盟来 那造成后来当然什么 欧债危机 他他这个问题很严重 到今天同学注意看啊 希腊的年轻人什么 真的是非常辛苦哦 那但是你也不能怪 什么 因为你 你的父母也是勒索政府啊 对不对 你父母吃得很好啊 对不对 他们年轻的时候吃得很好啊 对不对 因为同学注意看 希腊人在五十多岁就可以退休了 而且希腊大概什么 每天上班的时间也有限啊 然后什么 大家什么 赶快都跑到什么啊 也不是全部了 跑到爱琴海那边晒太阳啊 对不对 那我们还在那边打拼的时候 他们去晒太阳啊 对不对 所以也是有原因的 那当时他也不是强国的情况之下 还让他加入 其实同学注意看 和今天的苏联 俄罗斯是有关联的 因为我们知道 希腊的地理位置 对不对 我们之前有讲啊 二十世界大战 如果说你美国或盟军 真想帮助欧洲战胜的话呢 你不应该是从诺曼地登陆嘛 对不对 你应该是从希腊这边往上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们看希腊这个地理位置 你往上 上面可以上一次有同学问老师 哎那边一大堆国家 就是因为上面一大堆国家 你往上攻什么 你才能够彻底的把苏联的红军 再请回去啊 所以当时犯的错误 今天什么 对于西欧国家来讲 是当时的失策啊 但是对于美国来讲 可能是他的政策的大成功啊 对不对啊 所以那为了汲取教训嘛 既然苏联的实力已经这么大了 对不对 所以也要有一些国家能够 在那个地方 挡住什么 挡住苏联 让他什么 看到没有 希腊在这边 这块紫色的 土耳其在这边 土耳其这个是淡橘红的 淡橘色的 这边 博斯普鲁斯 巴达尼亚海峡 在这边上去就是什么 这边俄罗斯嘛 所以同样注意看嘛 乌克兰在这边 俄罗斯他为什么 今天非要吃下克里尼亚岛不行嘛 因为什么 他吃下来了以后什么 他从这边这边出来 他就有一个港口了嘛 所以人类历史发展 一直在处理 其实蛮多是相同的问题的 只是时间不一样 所以当时什么 希腊同样注意看哦 希腊离欧盟 其实当时有还蛮远的啊 就是老实讲的 地理上也没有临近性啊 干嘛要让他加入呢 一个原因就是什么 希望他 能够什么 发挥作用 把这边看好了 不要让苏联的势力 进到这个地方来 那如果真进来的话呢 欧盟 因为你在这里面 或者后来的北约也一样嘛 他们就可以派军队 在这个地方先什么 把他堵 堵在这个地方啊 不能等到他什么 同样注意看 不能让俄罗斯的军队 从这边出来了以后 进到什么 地中海 这边是地中海啊 下面是北非啊 看到没有 不能让他进来了 因为进来了以后 你就挡不住了 所以要先最好能够 把他锁在这个地方嘛 看到没有 所以希腊当时 其实同学注意看 希腊当时已经什么 不是富裕的国家了 但是什么 让他加入了 那接下来呢 西班牙 葡萄牙 同学看到没有 如果说真的都 苏联的势力真的进来 到这个地方 都还挡不住 让他什么 进到了地中海 看到没有 这边是地中海啊 那如果能够把他 在这边控制住的话呢 那也是什么 四家选择嘛 最好第一先 把他在这边封锁住啊 对不对 然后在这边什么 同学注意看啊 地中海对于很多 或者说西欧国家来讲 这是他们的势力范围哦 所以你对 我不喜欢的国家的 东西呢 你最好不要进来 所以苏联的力量 你最好不要进来 那接下来呢 如果真的都挡不住的话呢 所以同学注意到 为什么希腊进来之后 大家也同意西班牙 葡萄牙什么 进来 就说这边如果实在都挡不住 那这边再有一个处理的一个基地 把它锁在这里面 置它于死地的话呢 最起码还是一个机会啊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看一样 等一下啊 西班牙葡萄牙 那个时候的国民所得 都还没有台湾高 我们是一万多嘛 一万多美金嘛 对不对 西班牙葡萄牙没有我们高哦 所以都还让他进来哦 他们很穷 所以怎么样 当然一方面真的很穷嘛 地理位置怎么样 地理位置不错啊 没有 是很好啊 对不对 所以地理位置 老师刚从地理位置这个角度来分析嘛 对不对 但是一开始他们当然一方面你本身你也要有这个主动参加的意愿嘛 对不对 因为好像没有记录说西班牙或葡萄牙为了参加这个而被拒绝过 没有嘛 所以你自己本身你也要有意愿啊 英国是有被拒绝过哦 所以注意看英国到1973年正式加入之前被拒绝过哦 他正式提出申请被拒绝了嘛 对不对啊 那西班牙葡萄牙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情况嘛 所以从另一个角度来讲 他本身他没有这个意愿啊 或者是说一开始也没有 就像你讲的 因为你也太穷了嘛 对不对 你要跟 因为你真的加进来了以后呢 同样注意看哦 你的市场要开放啊 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样注意看了没有 这就是我们这一堂课一开始讲的 天主教徒 天主教徒比较多的国家呢 同样注意看哦 我们不敢说百分之百啦 但是大部分呢 是以农业发展为主 不敢说完全没有高科技哦 老师不敢讲这个话 但是是以农业为主 所以同样注意看了没有 你家进来呢 对不起 你的农业市场也一定要开放哦 所以同样注意看了没有 这个问题也就是今天 全世界每一个国家 谈到要开放自己的市场的时候 内部都面临到农民很大的抗争 因为农产品的 其实同样注意看哦 农产品本身是每一个国家都要的 对不对 不是说它都很烂 完全没有竞争力啊 其实每一个国家 这牵扯到甚至更重要的是什么 国家安全层面啊 如果你这国家粮食供应都不足的话 那是很危险的啊 所以每一个国家第一也保护它的农业 对不对 另外呢 那当然什么 农产品为什么我们说它的竞争力 感觉上好像没有工业产品高 就在于什么 局来讲 同学们的手机 随便哪个牌子什么 只要你喜欢 基本上大概功能没有差别太大嘛 对不对 所以都可以用 那但是农产品呢 有些牵扯到风俗习惯嘛 对不对 有些外国的东西你吃起来 你就是不习惯了 对不对 所以你不会去买它嘛 对不对 所以这就牵扯到区域性的问题嘛 那西班牙葡萄牙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后来他即便加入欧盟 他对于东欧这些国家要加入欧盟 同学注意看到 他也封杀别人啊 特别是什么 我们说什么 波兰啊 还有匈牙利啊 什么 罗马尼亚 同学注意看到没有 他们谈进加入欧盟 对不对 同样哦 谈判的时候 农业 看到没有 最后加进来 你要使用欧盟 一开始当然西班牙葡萄牙是全力的拦阻嘛 那拦阻不了了以后呢 交换条件 就说好 你要加进来可以啊 但是你这国家的农民要能够得到我们欧盟的农业补贴呢 对不起 七年以后 八年以后 所以你进来呢 你的竞争力呢 我还能确保我七八年的优势 因为别的不说好了 你西班牙大家所熟知嘛 西班牙有很有名的一个番茄节 你就知道他番茄盛产多多嘛 然后所以可以形成一个节日 拿着番茄大家乱打乱打别人 他的番茄多多 所以一个番茄节就是拿着番茄什么 讲的具体点就是糟蹋番茄了 因为生产过剩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你有一大堆吧 林薯 那我也一大堆啊 对不对 那为什么要让你加进来啊 跟我什么 产生竞争性啊 对不对 所以什么 同学看到没有 在里面的 他就让新加进来的什么 你要享受欧盟的农业补贴呢 要七年以后 或八年以后 所以看到没有 为了要加进来 所以同学注意看 全世界都一样哦 在国际组织中间 后加进去的国家 大概基本上都要符合 已经在里面国家提出的条件哦 你要不然你加不进去 那当然你能够加进去 你也有精算了 可能在农业上不符合你的利益 但是在工业上符合你的利益啊 所以加加准准 还是符合你的利益啊 所以你还是挤破头了 要加进去啊 看到没有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 那老师刚才讲说 这个农业补贴 晚七年八年 可能同学 感受不到这个 有什么了不起啊 那但是老师跟大家讲 欧盟每年补贴他们农民的金额 差不多上千亿欧元啊 那这个数字一讲出来以后 同学大概就可以感受到一点了吧 千亿欧元啊 你再乘以三十几 多少台币啊 是不是就算出来了 对不对 那美国也一样哦 美国补贴他的农民 每年也是什么 上千亿的美金啊 所以同学注意到啊 欧美国家的农民 在他们国家的议会里面 都是强势的利益集团哦 不是像我们想象的 哦那好可怜 躲在马路边 那个有个拖拉车 在那边卖一个番茄 给你扯了打半天 不是的 他们是很厉害的 是他们国家强势的利益集团哦 所以在谈判的时候 这个北欧西欧 这些工业主导的国家 都被迫什么 让步啊 对不对 因为对德国来讲 我干嘛要赚你这个小番茄的钱啊 我一辆Benz开过去 我赚多少啊 我一辆Benz卖给你 然后你要什么 我要买你多少番茄 才能够打平啊 这个账一下就算清楚了 不是吗 对不对 但是即便如此 这工业国家的这些利益集团 都要对欧盟内部的农民集团让步 同学就可以想见 他们的农民是多么强势嘛 对不对 那当然他强势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 农业其实牵扯到的是国家安全 因为如果说我们每个人都吃不饱的话 不用外敌人啦 我们自己都什么 历史上中外皆有农民革命啊 看到没有 推翻政府的农民啊 就是因为他可以让大家吃得饱 或吃不饱嘛 对不对 所以同学注意到这个情况啊 好 讨论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会有意见 好 同学注意啊 不是说最近欧洲发生的事情老师不讲 而是我们穿插的讲 因为他的影响是互相 前面影响后面 后面不可能影响前面嘛 对不对啊 所以我们穿插的讲 好 还有没有什么不清楚的 好 那就下课了 啊 啊 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